2018年接近選舉的這半年 我們看到之前非常頻繁的 解放軍演習 基本上在這次半年 是完全近空的 選舉完 2020又快要來了 現在演習也開始了 這一次似乎還伴隨著 美國的軍艦也在 解放軍演習 美國軍艦就出現了 這又是釋放什麼訊息 我覺得中美台三角關係 目前的情況確實是複雜 而且是風險高了 這個是我們台灣必須要理清楚的 也就是我們扮演的角色 要想清楚 自己不要選錯方式 因為很危險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先看到1月2號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 40週年的對台講話的時候 他在講話的時候 和平統一是主權率 但是他有提到一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是如果說有外國勢力 跟台獨的少部分的台獨人士 要把台灣帶向一些 他沒辦法忍受的一個情況下的話 他沒有放棄使用武力 這個時候的第二天 第三天也就是1月4號的時候 他就簽署了第一個命令 就是中央軍委會的第一號命令 這個第一號命令就是 全軍的開訓動員令就開始了 那就是1月4號 全軍的開訓動員令 他們要以實戰為標準 他們要以實戰為標準 所以所有的演練都是要 實際上要發生戰爭的一個方式 所以強度是很大了 強度很大 現在在1月23號也就是前天 1月23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三艘軍艦 它是從雅丁灣赴嶼 我們都知道雅丁灣就是有 索馬利的海盜 那個海盜裡面 他們在那個地方赴嶼的 三艘軍艦他們返航 然後中間就辦了一個 任務的一個接防 這個軍艦 他們是由北海艦隊所派出去的 目前我大概能掌握到的 應該是在大連旅順的軍港 一個是烏浮號 一個就是邯鄲號 還有一個捕擊船 他們就是從台灣的東部 也就是菲律賓這邊以後 從台灣的東部這邊開始往回走 那麼要回到他們的北海艦隊 就是大連旅順港的軍港這個地方 來進行整補 這是在1月3號 那麼從台灣的東部走過去 我們國防部說他全程的監控 但是這樣的一個航行 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的強度 在發生的過程裡面 昨天大陸有幾艘戰機 這個戰機的搭配 它是由轟6K 轟6K是目前大陸最主戰的一種 遠程的這種轟炸機 這個轟炸機它可以搭載的是 長艦的導彈 每一枚的長艦導彈 大概是兩噸重 也就是說它的發射的距離 大概是在1000到1500公里 由空對地可以打航空母艦 也可以打關島 它的飛行伴隨的就是空井500 空井500的作戰半徑 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滯空時間是9個小時 作戰半徑可以達到3000公里左右 它的飛行距離可以到8000公里 所以它是一個遠程的一種 空對地 就是空中的一個預警機 這個空中的預警機 可以在很遠的地方 由於我們地球是圓的 所以它可以彌補曲線的那些死角 它可以去對於空中的偵察 跟水面的偵察 它可以更早的能夠預警到 敵方的周邊的狀態 也就是由空井500搭配的 這個轟6K開始進行 比較強度高的一個演訓 這個演訓就是從南部的廣州 這個地方起飛 南部的也就是南部軍區 這個地方起飛的時候 經過巴薩海峽 經過巴薩海峽 我們剛剛強調了 轟6K的作戰半徑 大概是3000公里 那麼搭配了空井500 空井500 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可以飛到8000公里左右 所以它是遠程的 由廣東到關島的距離是 3500公里 所以它應該是 經過巴薩海峽的時候 應該是朝關島的這個海域 這個地方進行沿海的 這種作戰演訓 那麼它去以後 當天又從原路徑又回來 所以它是從我們的南部巴薩海峽 去演訓完 又回來這條路 在這個時候 下午美國的兩艘軍艦 一艘導彈驅逐艦 另外一艘就是補給艦 就開始穿越我們的台灣海峽 穿越台灣海峽的時候 由於台灣海峽的中線 是屬於國際海域 屬於國際海域 對美國來講 它要展示的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印太戰略中的無害的一種通過 也就是它所謂的航行自由 但是它只能沿著中間走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往 大陸那邊靠 或是往台灣這邊靠 進入十二海裡的話 對大陸來講 你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挑釁 而且你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不友善的一個動作 大陸很有可能 就會採取一些動作 例如說它可能派軍艦 那麼去跟你進行一種 比較高強度的一種對勢 要不就是派這個戰機 在你的軍艦的上空 那麼進行低空的一個飛行 給你比較大的壓力 因此我們看到了 美國的軍艦 在穿越台灣海峽的時候 它是完完全全的遵守規矩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動作 有挑釁的動作的話 它會遭遇到 它也沒有辦法預測的情況 所以它只能規規矩矩的 那麼以我們叫做溫和的姿態 也就是以溫和的姿態 遵守國際的法的規定 從台海的中線 這樣子航行過去 在航行的過程中 中國的一些監控的軍艦跟飛機 就在這個地方看著它 有沒有違規 如果有違規 他們就會立刻做動作 這樣的一個動作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 美國也遵守規矩 所以大陸也遵守規矩 中國大陸就按照時間 就通報它的飛行的一個路徑 美國這樣走的目的 就在於說我還是存在 但是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知道 當一艘軍艦 靠近大陸的這個海域的時候 這個軍艦本身是危險的 因為以大陸現在的 各類型的導彈系統 它要摧毀這些水面艦隊的話 其實是不難的 因此對於美國來講 只是說展示我存在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它已經不能夠對大陸 構成一種心理上的威懾 這個沒有辦法達成政治的效益 也就在這個時候在上個禮拜 中央電視台 也就是央視 它公布了他們的東風26的 一種實彈的發射系統 這個東風26的實彈發射系統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它把目標達到 也就是說它是打什麼 它是可以打航母 它本身也可以摧毀 這個關島的軍事基地 因為它可以裝核彈頭 它也可以裝常規彈頭 還有他們也展示了 另外一套系統叫做東風17 東風17它的精準度更高 而且它本身的攔截力更難 也就是說美國的防空系統 要攔截這種導彈 它很難 因為它是一種可以變軌的 可以變形飛行姿態的一種 一種飛行 尤其速度非常快 一般估計在5馬赫以上 因此以美國現在的防空系統 很難攔截 一般估計8枚左右的東風17 可以擊回一個航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大陸在這段時間內 它在它的一種海空的作戰力 一直在展現 而且訓練的強度是越來越高 其實中美目前在進行貿易的談判 可是在軍事方面 彼此之間在較量的情況也在升高 台灣在這個時候 我們國防部公布說 我們在1月24號 我們有派我們的無人機 跟我們的軍艦 在我們的屏東這個地方 有聯合作業 但是由於台灣的無人機的發展 起步比較晚一點 目前還在努力的追趕中 不過我們的無人機的作戰半徑 跟滯空的時間 跟它的作戰能力 目前是弱了一點 還需要再加強 但是以台灣的情況 如果陰昧的往美國島 其實會把台灣帶向一個 比較危險的境地 其實我對於柯文子提出的 三角理論 就是台灣的活動空間的三角理論 其實我是有很多的思考 因為台灣的活動空間 確實是需要美中台三方關係 都處得很好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擴大我們的活動空間 如果美中台的任何一方 例如說兩岸的關係不好的話 我們的活動空間自然緊縮 中美的關係如果不好的話 那麼我們台灣的活動空間 也一定緊縮 絕對不會是中國大陸 跟美國的關係好的時候 台灣的活動空間 無限的窄也不會 所以我覺得台灣要在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要扮演 讓他們的關係和好 我們跟大陸之間 我們的關係要和好 這樣的話 反而會使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會處在更好的一個地位 而不是我們一昧的討好美國 結果我們跟大陸的關係搞壞了 然後結果讓台灣願意被美國人打牌 而造成了美國人 跟大陸的關係也搞壞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活動空間 反而不利